哈喽大家好,又是我胖海海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辆比较老旧的车 但是这辆车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 然后觉得它是一辆挺好的车 这是一辆2005年的雷克萨斯RX330 我们先看一下车的外观 好,这辆车是一个珍珠白 就是那个是白色的 但是我们进看了之后呢 这个白色漆是有点闪闪发亮的那种金属漆 就是比较耐看嘛 这个漆就是比普通的白色 其实这辆车之前在那个换皮带的那个视频里面 已经出现过了 我今天拍这个视频是因为呢 这辆车要准备卖掉了 平常这辆车是肥牛开的一辆日常代步车 当时我们买这辆车的时候是花了5000刀 买的时候已经21万卖了 现在是22万块要23万卖了 当时我们是从一个博士毕业生手里面买来的 车顶上有行李价 然后5000块钱的价钱 我们看一下这辆车有些什么东西 有四个自动窗 有两套记忆座椅 然后电动方向盘 然后电动调节的后视镜 还有后面有一个电动门 就是后面后备厢那个门是电动的 按这里就能开 然后这里是油箱 全车都是皮椅 全车的皮椅都很好 除了这个驾驶位 因为经常上下 已经磨得很厉害了 而且这个座椅 下面的皮椅已经开裂了 所以买了一个 eBay上买了一个二三十块钱的皮套 就给它套上 稍微好看一点吧 然后后座的空间也是很大的 如果家里人多 有小孩保安全座椅什么的 也很方便 看后座 是吧 腿部空间也很大 而且这个座椅 这个皮就是特别的舒服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发现很多 就是像这个年份 05年左右的 就是它的SUV后座的座椅 都是不能调节的 但是这个座椅是可以调节的 就是这个角度 靠背的这个角度 可以放到很前 可以放到很后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后座的座椅 可以调前调后 像 如果后备箱东西多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座椅这样子往前调 然后如果后 想做的舒服一点 后备箱没有东西 我们就可以手动把这个座椅往后调 所以很灵活 这个后座的话很适合就是家里人多啊 或者出行啊什么的出去玩的话 这个座椅都可以前后调节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头部空间也是很大的 像我这种身材比较矮小的 留的空间比较多 但是身材比较高大的 同样也会有一个不错的头部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的顶棚设计 后座的这个顶棚 这里 是挖的特别高的 这里前面是因为有个天窗啊 到这里的位置 然后后座头部空间是不错的 而且皮椅都这么多年了 20多万了 20多万卖了 皮椅都还是很新 摸上去很柔软的感觉 还有很多储物的空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后备箱吧 后备箱它可以这样子 用手打开 就是正常的打开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动门 看一下它就会盖上 而且那个遥控上面 也有那个电动门开关的那个N流 就是像我们买东西啊 去超市什么的 如果想开门的话 手上拿了挺多东西 然后就可以拿那个遥控来 先把门打开 然后刚刚也说到了 这个有个电动门的N流 截了锁之后一直摁着它 这个电动门就能打开 就很方便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副架 这里是副架跟主架这个门上面都有个很大的储物空间 然后打开之后就更大 可以放放下矿泉水啊水杯 这里大概可以放下四五瓶矿泉水吧 然后我们来到副架这里 这里有个手操箱 这里有手操箱 我看一下这一个中控台上面当年的这个雷克萨斯跟丰田的车这个中共台的它的用材都是这样子的 有有些问题 久了之后年份比较老了 它就会开裂 这样晒的 但其实问题不大 不影响平常使用就是看的没那么好看 然后化妆镜什么都是有的 雷克萨斯这种做的都是很好 还有光亮度可以调节 你看那个灯 上面是天窗啊 还有这个 跟家里那个车库门 配对的一二三三个按钮 这里有个放墨镜的地方 是吧 然后 这是空调部分 这是一个比较低的配置 当年是没有那一个导航的 所以后面我们在那个Ebay上面买了个一百多刀的二百两百刀左右的一个车机系统 它可以连上我们的iPhone 然后有个无线连接的功能可以实现到那个carplay的功能 然后再往下走这里有一个电源开关 然后特别要说一下这一个中控台 就是中间两个前面座椅中间这一个东西是相当的有意思 你看这里平常女士会放些手提包啊 或者放些像纸巾啊什么的杂物 但是如果我们后座中间要坐一个人的话 他腿部空间是不是就比较少了 这个中间这一个腿部空间是可以向前调的 那个把手在这个杯架里面放进去之后他会往前调 这里又调最前面之后 这个后座中间这个位置就会比较宽敞 然后平常如果家里只有一两个人的话 哎后座不需要坐人往里调后一点 这里就有一些放杂物的空间 还有这一个储存空间是很大的 大概由我手掌这么深 然后很长的一个位置 整个纸巾盒可以放在里面 可以放很多的杂物 然后关的话就按一下这里 它就关掉 open的话就按一下open 它有点老了 所以给它一点力 它就能关上 平常我都让它开的 这里还有一个点烟器的接口 可以插导航啊什么的 然后这辆车它中间的后视镜 跟两边的后视镜 都是能够自动变暗的 就是晚上后面有人开大灯 或者怎么样 它后视镜就会变暗 变黑了之后就没那么吃眼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发动机 发动机的开口 在这里下面 油箱盖这里下面 这一个是一个V6的3.3的发动机 然后 Toyota跟那个Lexus都是比较经久耐用的 就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平常就是换一换机油啊 然后 到了大保养的时候 换一下什么刹车片啊 刹车盘啊轮胎啊 基本上就这种保养 然后这个3.3的发动机 我想说一下就是 3.3的发动机到05年 应该是最后一年了 到06年之后 它是用了一个3.5的发动机 它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是两款不一样的发动机 如果买这一款RX330的话 或者当年有一款轿车是ES330 都是用这个款3.3的发动机 它们的那个证实是一个橡胶皮带的 到后来06年之后是一个金属链条的那个正式皮带 所以这款3.3的发动机 大概是每9万卖左右就要更换那个橡胶的正式皮带 所以这是一块比较大的支出 然后其余的话 保养的话其实也没多少钱 换个机油的话 如果去Walmart买个一桶机油 它用的是5gallon的那种机油 一桶就够了 机油大概是30块钱以内吧 就能买到不错的机油 就看你选什么机油吧 然后再加一个机油格 就是Oil Filter Oil Filter大概也是10块钱以内就能搞定了 加起来保养一次40块钱吧 平常保养就是换机油就好了 然后换一下空率 空率的话也没多少钱 十来块钱 所以这个维护保养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然后买的这个车 当时我们买的这个车是付了5000块钱 上一任车主是一个博士生 之前他买的这辆车的时候 也是让我去帮他找的 当时看到这辆车的话 是被这个外观给吸引了 因为他外观 这个金属白色 他比较耐看 虽然过去这么多年的车 看着还是很新 所以当时我就推荐 这个博士生买 然后他开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想换一辆比较小一点的车 然后就把这辆车卖给我了 当时我看的车款也不错嘛 我就想买来自己开 然后空间也挺大的 平常我们有狗嘛 狗可以带放后备箱里面呢什么的 然后当时其实我家里已经有一辆比较大的GX 就是雷克萨斯的那个GX470 其实空间也挺大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的发动机比较大 4.7排量的 平常用的油也比较多 所以当时那个博士生卖这辆车的时候 我就考虑到这辆车会比较省油 而且我还可以带上 平常带上我的狗啊 然后我的朋友也能坐得比较舒服 还有就是这辆车的油耗 油耗大概是25MPG左右吧 就是City跟Highway Combined在一起 平均大概是25左右 好的话可以跑到28左右 28 29 然后不好的时候 大概是21左右吧 就是这么大个车嘛 有这样的空间 然后这个油耗其实也可以说得过去 然后这辆车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加油的话 可以加87号的汽油 就不一定要加 像大部分雷克萨斯 他都需要加那个最好的 91或者93的汽油 这辆车可以加87号的汽油 这么看下来的话 其实花个5000块钱 即使这辆车买到手里面 你还要再换一个正式皮带啊什么的 正式皮带 如果你是从网上买或者是买upper market的那种 但是我是建议用原厂的 原厂的话我当时在那个eBay上面买的一整套的 Toyota的原厂的正式皮带配件 大概是400刀左右 然后再花了大概600刀的员工费 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南方的小城市 它的人工比较低啊 但是到大城市可能价钱就不一样 可能会贵一点 大概是在1000到1500左右吧 换个正式皮带 如果这么算上正式皮带的价钱 大概就是花了6500左右 6500 买到一辆空间这么大 然后油耗还说的过去 而且全车都是真皮座椅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所以如果是有买二手车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 或者观望一下这辆RX的330 或者是RX的350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当然了 如果买RX350的话 就会省去这个正式皮带 这个保养的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仪表台 这个仪表台里面这个背光是白色的 看着也是挺新颖的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但看着也还可以 表现可以看的是22万2000多麦 虽然麦数这么多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听到车里面 其实是很安静的 基本上是听不到些什么发动机的声音 就是那个 大部分的声音就是那个空调制冷的时候 那个压缩机启动的时候的声音 空调也是很冷的 雷克萨斯这个我是特别喜欢 就是它空调冰冷冰冷的 很好 然后风量也很大 你们可以看到开到最大的话 风量是很大的 而且很冰冷 也能满足我们日常的使用 开起来的话 这辆车也是很平稳的 可以开 去开一开 毕竟这是一辆SUV嘛 我们也不能说要求太多 就是车身毕竟有这样的高度 拐弯的时候 它车身测轻啊 还是还是会有一点 但是总体来说 它就是开着很平稳 很平顺 然后坐的人也很舒服 因为那个皮椅很油软 刹车的脚感也是很不错的 就是很线性的刹车 好我们现在开上路 这个车用的轮胎是那个米其林的那个 Torwing的轮胎 然后轮胎 也用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然后不是那种 比较新的轮胎 如果用的比较新的轮胎的话 我感觉路灶可能还能再压下来一点 加速也很可以 就是一辆很容易上手的车 就是如果是学生啊 平常考虑到自己要搬点东西 要搬个家什么的 后座如果放下 就是后座全部放倒的话 一个冰一个那个冰箱应该也能放得下 洗衣机烘干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搬一个洗衣机 是直接把座椅放倒了 这是能够放进来的 好今天这辆RX330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点赞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留言区里面留言 谢谢你们的观看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好拜拜